而很多人拿這個衣服 到洗衣店去乾洗 出來以後應該是檢查說 衣服有沒有洗乾淨對不對 但是還卻有相反的情形是 有這位太太 她拿她的名牌包 到洗衣店去乾洗 結果洗出來之後 竟然嫌這個洗得太乾淨了 說原來的味道都被洗掉了 而拒絕領回她的名牌包 洗衣店老闆拿出客人 拒絕領回的這個價值 一萬多元的名牌包 呼籲客人趕緊領回去 她那個包包 放了兩年多了 是想說是不是有領取的意願 好好好 我待會跟她講話 兩年多前苗栗一名女子 將名牌包奉洗 洗衣店老闆接下Case之後 按照正常程序清洗包包 沒想到洗好之後通知領取 女子卻抱怨洗得太乾淨了 當下還拒絕領回 因為一般包包清洗 在用這個地方清洗完之後 會顯現出原來的光澤 她認為沒辦法接受 女子說包包的古典色澤全都不見了 要求洗衣店老闆重新處理 但老闆說自己從來沒碰過這樣的情形 面對客人的抱怨非常傻眼 還是有打電話在電話確認一下 請她有空來領取 但是一直就還是不願意出面 那只好就放我們店裡保管 那我們也沒辦法轉賣或者是站為己用 所以就等於是給客人當一個樣品 一般送洗衣物大多碰到洗不乾淨的情形 但苗栗這名女子挑剔名牌包洗得太乾淨了 還拒絕領回 而且一放就是兩年 老闆只能無奈呼籲女子快快領回 至於清洗的費用 老闆也只能無奈認賠 中文新聞 蔣見忠 苗栗採訪報導